只像言语的海上 大家好 我是林彦老师 我们今天继续朗读 茨维格的《昨日的世界》第36条 那么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 究竟有哪些谢欲的途径呢 这个问题在所谓下层社会的各个圈子里 是不称其为问题的 在农村一个长工在17岁时就和一个侍女睡觉 而且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后代 往后也就无所谓了 在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大多数村庄里 未婚同居生的孩子远远超过结婚生的孩子 在无产者之中间 一个工人在他能结婚以前 早已和一个女工同居多次 在家里曾信奉政教的犹太人中间 一个几乎刚刚成年的17岁小伙子就娶妻成亲 40岁就能当爷爷 只是在我们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里才避医 这种解育的方法 早婚 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 托付给一个22岁或20岁的小伙子 认为如此年轻的丈夫上前成手 这里也在此暴露了一种内在的虚伪 因为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自然的年龄 根本不一致 从身体的自然发育来看 16、7岁已经成年 但对社会来说 年轻男子只有当他获得社会地位以后 才算成年 而这在25、6岁以前 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身体的实际成年 和在社会上的成年之间 产生了6年、8年或者是10年的人为间隔 在这段时间里 一个年轻男子不得不自己为谢玉寻找机会 或为寻求分流而操心 但在这方面 当时的时代并没有给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 只有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年轻人 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 赡养一个拼头 也就是说 为他准备一套住宅和负担他的生活费 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 这是当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描写的 风流运势的唯一文学典型 同样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才能够碰上 其他大多数人是在和小铺子里的女售货员 和饭店女招待的私混中 使自己的内心略微得到满足 由于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 妇女尚未独立的参与社会生活 所以只有极贫穷的无产者出身的姑娘们 一方面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 另一方面对那种萍水相逢 不打算结婚的两性关系拥有充分的自由 他们依照寒酸不休蝙蝠 在那些时代一见玉石尚属附加的特权 经过12小时的劳动之后 已疲惫不堪 日工资低得可怜 这些穷苦的姑娘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长大 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 以致他们大多数人自知 行贿而不愿和情人在公共场合露面 然而当时的社会习俗 以事先为他们的窘迫 采取了特别措施 设立所谓单间餐室 在那里和一个姑娘共进晚餐 是不会被人看见的 至于其他的一切则可以在昏暗的 偏僻小街旁的小旅馆里干 那些小旅馆是专为让人干这种事儿而设的 但是所有这些优惠都必须仓促进行 而且也缺乏原有美的感觉 与其说是爱情 乌宁说是为了解决信誉 因为干这种事的时候 从来都是偷偷摸摸 匆匆忙忙 像是一件伪劲的事 以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 即和某个两栖人 一半属于资产阶级 一半又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人 搞两性关系 诸如女演员 女舞蹈演员 女艺术工作者之流 她们是当时唯一解放的妇女 但总的来说 构成当地婚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 似乎可以这样说 卖淫是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建筑的 黑暗的地下室的拱顶 在她上面树立着耀眼的无瑕蒙面 关于卖淫在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广泛蔓延的情况 当今的一代青年几乎也很难想象 今天我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 已难得遇到妓女 就像难得在行车道上看到马车一样 可是在从前的人性道上 到处都是卖校的妇女 要躲避她们比找到她们还要难 此外还有许多非公开的场所 如通宵酒店 歌舞场 备由女舞伴和歌女的舞厅 有性感姑娘应招的酒吧 当时卖身的女人就像商品一样 按不同的价钱论小时公开出卖 一个男人不用花多少时间和费多少劲 就像把一个女人像一包香烟 或一张报纸似的买来 享受一刻钟 一小时或一夜 但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 这种当时不可缺少的场所 几乎已经自然而然的变得不必要了 而且把扮演从我们这个世界清除出去的 并不是警察和法律 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性惨物 之所以自行消亡 尽管尚有若干残余 但由于对她的需求日益减少的缘故 我觉得要强调说明当今的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 更为诚实和自然 莫过于这样的事实了 对于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 国家及其道德观念的官方立场 从来都觉得十分尴尬 从社会道德的角度 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 但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没有这种卖淫 因为它能疏导令人烦躁的婚外性欲 于是那些权威们便自相矛盾的 试图求助于把卖淫分为两种的办法 一种是被国家视为不道德和危险 而要取缔的暗场 一种是有营业执照和向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 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将得到警方的特别许可 和一本准于营业的证书 当她把自己置于警方的监督之下 和履行每周让医生检查了两次的义务 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 把自己的肉体以她认为合适的任何价格出租 这种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 被认为是职业 但又不完全承认 这里恰恰露出了社会道德的马脚 比如说一个妓女把她的商品 即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事后又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 妓女却无法对她进行控告 她的要求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要求 得不到政府当局的保护 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 这种案情是可耻的 从这样一些细节 以可觉察到那种观念的自相矛盾性 一方面把那些卖身的妇女 纳入国家允许的职业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又把他们个人看作是置于普通权力之外的器皿 而实际上不公正是在具体掌握 也就是说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针对比较贫穷的阶级 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可以在维也纳以200克朗一小时的要价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 当然他不需要任何执照 而一个流落街头的少女只能要价两克朗一小时 至于那些大交集花 报纸会在一篇关于跑马或跑马大赛的报道里 把他们的名字排在显贵人物的行列 因为他们早已挤身于社交界 同样一些为宫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富豪们 介绍这些奢侈商品的女纪人 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护 而法律通常对拉皮条是判以重刑的 严格的条例 无情的监督 社会的排斥 只不过针对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罢了 而他们却用自己的肉体和被玷污的心灵 维护着那种反对自由和自然的爱情形式 早已腐朽了的旧的道德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